火锅店服务员撞脸迪丽热巴,粉丝调侃,热巴又多了个亲姐妹。 迪丽热巴出生于新疆,天生就有着一副好容颜。 而且迪丽热巴的父亲还特别在乎女儿的发展,因为自己是一名独唱演员。 所以迪丽热巴从小便受到父亲的熏陶,从小就已经熟知各种乐器。 之后还进入艺术学院学习,最终有幸进入娱乐圈,凭借自己不俗的演技和颜值走红。 在进入娱乐圈之后,迪丽热巴起初的发展还算平稳。 重要的是有着老板杨幂的帮扶,走红是早晚的事情。 在迪丽热巴彻底走红之后,各地似乎都在偶遇迪丽热巴。 期间也遇到一些尴尬,那便是迪丽热巴的那些亲姐妹们。 迪丽热巴作为地道的新疆人,本身就给人一种混血的感觉。 不过即便是这样,依旧有不少人都曾撞脸迪丽热巴。 看这位在街头发宣传单的小美女,侧颜是不是和迪丽热巴一模一样。 还有军训时有一位新生被同学拍下美照,也和迪丽热巴撞脸。 感觉单凭颜值就可以出道了。 去年,一位泰国卖烤串的小姐姐也撞脸迪丽热巴。 因为脸型很像,还吸引到不少人专门光顾其生意,只为异度容颜。